大家好,我是跑来大爆炸的苏仁依 我们现在在西部100的终点 邀请到了申家生 大家也看了昨天的直播 知道申家生在这次50周年的西部100 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 你这次来西部100 其实准备了非常久的时间是吧 准备了差不多三个月吧 我们是5月29来的 然后20多天 20多天左右 整个这三个月的备赛 是不是多为了西部100左右 对,在国内也没有跑其他的一些比赛 比如说有个周末有长距离的训练 然后正好就抱一个比赛 当做训练跑过两场 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是在备赛 那其实这个对你来说 也是上半年最重要的场合赛 对,今年反正计划的就是 什么两三场比赛 第一场是那个二月底的大加纳利 然后那个因为准备的太仓促了 然后时间也很短 所以就退赛了 作为你的首场百英里比赛 你是怎么看的呢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你最之前最长跑的应该是120公斤 这个比赛名额很难搞 然后今年正好搞到了名额 所以就说来跑一跑 然后他是早上出发 这刚好可能就一个白天我能完成的 不用过夜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因为跑过几场夜跑的比赛 好像发现就是经历过黑夜之后还是整个人还是挺难熬的 昨天我在赛亚上不知道我们现在镜头背后的凯尔 有没有看到很多人穿的T恤衫上面有个logo 就是100公斤 1天 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要说跑100公斤 100K也是要过一个晚上的 其实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时间的时候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 其实今年是50周年的比赛 那整个的精英运动员的名单上面我们也看到非常非常多有名的人 在比赛之前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反正也是第一场吧 所以我其实心里还是没底的 所以我就定了一个时间目标 然后名次的话可能就是尽可能想前八吧 如果正常我发挥的中间不出大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差 因为准备的确实是很充分 上半年的大家那里退赛之后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好像感觉影响还是蛮大的 尤其是心理心态方面影响很大 对所以这场我也还是挺担心 就是可能我到某一个点我就心理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还蛮担心的 一开始我们在赛场上遇到很多次 其实你都是在一个比赛领先的一个位置上面 第1、第3的一个状态 其实那你出来的时候你有想过你是按照你的时间计划来打 还是按照整个整体运动员的这个排名来跑 从前面建议运动员 我好像80%的都已经跟我比过一场或者很多场比赛了 大家都还是挺熟的 然后计划就是跟着跑吧 然后大概的可能他们如果节奏太快的话 我可能就会按自己的一个节奏跑 知道前30多公里都是在那个林子里面的那个雪地里面爬过来爬过去 然后就所以大家都不快 所以就基本还是我们前七八个人都是跑在一起 所以我们知道赛道上很多地方因为被火烧了之后 其实太阳直射的非常厉害 那你在准备的初期对这个有没有做一些训练 因为我知道你是跑过去大半段赛道 赛道的话我跑过后面的120公里 跑得蛮快的都是以破纪录的那个速度跑的 正着跑反着跑都有跑过 所以后半段还是比较熟悉的 但是如果比赛的时候 你可能都来到那个熟悉的赛道上面的话 状态好你会觉得跑得很舒服很熟悉 如果你状态不好的话 也会知道下一个点哪里有个破或者哪里很难受 所以就其实还是挺难受的 说到难受 那你在整个比赛当中最难受的是哪一个时间 80公里到110公里吧 整个人的状态就是特别差 昨天我感觉就整个人不够兴奋 然后就是好像稍微差一点感觉 然后又是比赛快结束了这20公里吧 对这段也是因为到后期的体能然后状态都到了一个极点了 这段也感觉比较累 后半段感觉是前后都有人 所以就一颗也没有放松 其实还挺感谢我的两个拍照 还有跟北边的队友拍比的 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 最后也没有放松 直到终点前面还一直在冲 因为我刚过后面已经开始尖叫了 人离我特别特别的紧 冲线之后的去主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我们坐在那边拍照的那些摄影公司就是这样一样 后面有新的运动人要充现了 对因为其实看到你在比赛当中 其实有一段时候排名是往后掉了一些的 然后又往后就赶了 对到差不多50公里的时候是第三名吧 然后那段下坡跑完之后就 就他中间是有两个比赛全场最大的两个爬子 赛道上后面人蛮多的 那一段就体能也有点下降 就被超了一些 但是我还是一直在找自己的感觉吧 就是让自己再压住不要太快 然后就跑自己的节奏 杰森库普你现在的教练这次 说你的这个量是比之前你自己训练的时候 量是大了很多是不是 大太多了 之前我可能最早的时候在练马拉松的时候 那回最多好像一周跑路差不多200公里 还是就是上午下午加起来的这种总量 但是这一次就是有好几周 我都是达到了差不多230公里左右 压爬升 那你觉得这样的巨量的训练 和你以前其实训练的模式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你觉得有所帮助吗 或者说有对你的训练的整个哲学有什么改变 那个背靠背可能今天你已经跑了一个大量了 然后明天你还要跑一趟 然后就是第二天你会感觉很崩溃 就是整个精神和身体都会特别的累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种长距离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跑到中间或者中后段的话你会非常的累 然后在最累的时候你还在跑 然后你会身体会有那种记忆吧我觉得 所以帮助还是挺大的 整个量的话因为长距离这种耐力项目 运动量肯定是第一的 所以肯定是我觉得帮助挺大的 两位配色还有我著名的Zach Mina 我召唤我的太太 儿子家一直都在 我觉得对你们说是想要那些感觉的 有一个团队的一个集体感吧 然后大家都在为这个事情 然后有一场比赛 然后在帮助我 然后我觉得就很有一种凝聚力的感觉吧 比较累的时候就想 然后那么多人付出了 包括我之前的训练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 然后比赛当中大家也付出了很多 一定要坚持 你在比赛中究竟在想一些什么 昨天想的最多的就是比赛的节奏吧 就是很多地方自己能跑得更快的那种 就让自己压住压住 然后比较累的时候就是鼓励自己有点耐心 然后不要着急 因为是第一场白银礼嘛 我可能我不知道100公里或者是120公里之后 我的身体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就想一定把这个节奏一直一直保持下去 不要说可能后半段我突然断电了 你其实也跑过非常多的世界上的比赛 你觉得这场比赛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就是纯粹的一个高速的比赛 就是从开始到结束 尤其是后100公里 基本要全程在动动动 然后可能你跑一些爬升比较大的或者是一些技术路 你可以就是稍微走一走缓一缓 这个就是你可能上坡平路下坡 你能跑起来的所有路也都尽可能要跑起来 然后大家也都不会去放 然后都会一直在顶在顶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有些爬坡路 你们看到前后的一个距离 然后大家可能都在想把所有人干掉了 就是一直在追追追 所以百公里和百英里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那你的将来你的下一场或者你下的比赛 你会考虑跑更长了 昨天回来之后就是一直在吐 因为我们是没有睡觉损失的 我就想可能以后跑一点短距离的 长距离跑了不跑了不跑了不跑了 太累了 这种话我见过很多运动员在比赛的第二天 或者比赛的当天都会这么跟我说 但是过几天就不一定了 太累了 真的是要重新考虑一下 那你下一个大的比赛是什么 下一场就UTNB还是跑一跑CCC吧 UTNB我觉得比这个会更累 对因为是傍晚出发 对然后爬升距离都会比这个更长 那CCC你也跑了两次 那今年CCC的计划呢 其实很难 可能我觉得去年跑的成绩 今年也未必能突破 尽可能的做好自己吧 可能每年的一个比赛 或者是一个状态 或者是大家的状态 都会不一样 然后整场比赛的节奏也不不一样 所以还是根据到比赛的时候 再具体的看情况吧 OK 那其实我们做完这个采访之后的 下几天 深加深也不会回国内 直接去欧洲进行他一个更长距离的备赛 希望我们在八月的月底 能够听到深加深的好消息 好吧 嗯 八月也是中国基本经营能源 或者是很多人都会去 然后今天希望大家都有个好的发挥吧 今年应该几乎中国所有的经营能源都会去UTNB 那我们这个夏天就在法国再见了 对 大家加油 八月再见 енер buen 咱们 PhD 咱们 verse 咱们 快发现